我跟老爹常說 有些數據不可盡興 就是說它動力不是很好 對 它引擎也是很舊的引擎 然後這些 但是如果真要推薦給 譬如說我的家人 甚至我的朋友的話 我也會推薦WISH 我說WISH是一台不錯的車 我會推薦你去買 但是換作我自己會買的時候 我可能就不會買 因為我可能看的就會不一樣 因為可能我速度會比較快 就需求度 對 需求度不一樣 可是推薦Toyota的WISH的話 至少我可以說是 千千萬萬的這個路上 行走的那麼多車 都可以做背書了 其實我覺得我們也不用一直 把這個WISH 停留在這個計程車的印象 而且剛才提到 其實計程車跟一般消費者 這個二手車不太會流通的 這個車如果本來 就是一般名車的話 它二手也是賣給名車 那一般如果用過計程車的話 再賣給名用 這已經涉及詐欺了 基本上不能這樣子做的 對 所以我覺得說 因為它這個車主要就是說 依據豐田的一個走向就是說 你說它性能很爛 它也不會爛到哪裡去 你說它很醜 它也不會醜到哪裡去 你說反正你找出什麼 很多地方可以挑剔的 但是當你需要它滿足 你某些需要的時候 它一定可以滿足 像我們剛才MPV你太大 它沒有很大 那你如果說今天當轎車 它其實開起來感覺 跟轎車是很類似的 那你說轎車載不了太多貨 後面一拉起來 它又可以載貨 所以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你要挑力它都很難挑 但是它需要攻擊你東西 它絕對一樣都不少 好 這是我們看到的 第五名這個小行司機最喜歡的車子 未許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下 第四名的車子 來 第四名的車子是 馬自達的這個CS5 好 馬自達的車子 在我們在上一次的這個評比裡面 這個轎車裡面的話 馬自達 馬6跟馬3 那都排名前五名 非常的厲害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SUV這個馬自達的CS5的得分 我先問一下乃哥 乃哥你給他的分數是在場所有的人 給他給的最高分的 給到了44分 那這個44分呢 也贏過了第一名的分數 那平了第一名的分數 我看到分數的話是平了第一名 所以在你的評價裡面的話 馬自達的這個CS5的話 算是不錯的一輛車子 其實我必須先這樣說 這個CS5即將要小改款 這個才 所以我是用小改款後的這個 車子來做一個分析的話 第一 這個CS5 馬自達的車 它有很棒的一個年輕的族群存在 然後這些族群呢 其實跟那個2008會很接近 就是說他們會在圈子裡面交流 真正流落到二手車商的車呢 基本上我都覺得不是 就是沒有門路才會流到二手 你的意思是說我開一開 然後朋友也覺得不是 對 都是朋友 朋友之間的交易 但是都不會流進去二手車室裡面 很少 基本上好的車一下就搶走 為什麼 CS5本身就缺車嘛 那你缺車之後 你在這個俱樂部裡面的同號裡面 一知道說爸爸你的車想賣了 馬上後面就排一排了 那如果這一排的人都不買的話 基本上大概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所以我相信它在二手市場會比較低 但是它在圈子裡面 一定它的二手車的車價都是高的 都可以維持不錯的一個價格 像馬自達5也是同樣的狀況 那再來 這個動力科技我都不用講了 其實馬自達現在著重在 在它內燃金的科技裡面 就是一直不斷的去針對這一個 引擎的動力 節能 還有它的一些環保上面的輸出啊 什麼的 都做了很大的努力 所以我覺得它是在這個 引擎動力上面 我相信各位專家應該會是一樣 沒有BOB的看法完全不一樣 跟你的看法完全不一樣 BOB給他只給了32分 性價比也給很低分啊 性價比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是說 你在日製 我們剛剛有說到 Toyota會給很大的一個 非常大的優惠 所以讓Raffle用進口車的名義 但是它有國產車取得的價格 其實馬自達也有這樣子的 吊吊在 但是我相信馬自達跟Toyota比起來 不管在世界還是在台灣 兩個的比例是很懸殊的 那一個比較小的廠 能夠盡量的去接近 這個所謂他們想要用進口的價格 進口的品質 然後做國產的價格來說的話 其實我相信馬自達已經做了 應該是斷手斷腳的這個努力 不像那個Toyota是抽屜拉開來 我就可以補助你 你剛剛講到那個斷手斷腳的努力 可是BOB在他的那個缺點裡面的話 他有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還是覺得 這一輛車子有點貴是不是 所以在性價比上面 稍微給的分數比較多 其實我覺得性價比是這樣 其實這個車當時剛上市的時候 它其實是超貴 因為它這個車 因為它現在已經算小改 它大概兩 三年前 那時候日幣是80幾塊 對 那現在這個 現在日幣是120幾塊 所以它的價錢 才能夠有辦法壓到這個 100萬出售 但是你想想看 它已經壓下來的情況下 還要破百 所以它其實相對起來 我們講說性價比指說 你花了多少錢買到什麼東西 它其實是 你不能說它的東西不值得 只是真的你要買這個車 口袋要夠深 你才有辦法買 所以有很多年輕人 他喜歡這個車 但最後他買馬三 因為最主要 它其實原因很簡單 就是它買太貴了 所以二手行情 就是在圈子裡面流不出去 那當然動力 絕對是它的強項 因為新一代的馬自打 所有的動力 其實都是它的強項 對 所以它這個車你看 不管它2000cc的Skylating G 或是它的Skylating財油 其實這個都是會是它 現在接下來這五年 接下來馬自打在江湖上走跳 就靠這一張 就靠這兩把刀而已 對 其實我們在上次的那個 轎車的評比裡面 其實有特別講到馬六跟馬三 那馬六跟馬三 也存在著同樣一個問題 也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就是它會不會產生那種 所謂的一窩蜂的一個現象 就像那個剛剛乃哥特別講到 來 那個龐德 乃哥剛剛有特別講到 就是說這輛車子的話 尤其馬自打的車子的話 你根本留不到那個二手車子 然後旁邊的周圍的人呢 搞不好你一定要讓車的時候 要換車的時候 人家就接手接過去 對 所以這個馬自打 我覺得這個很特殊現象就是說 似乎在消費者心中 最近已經接近這個搶購的一個情況 當然如果說它能夠延續 大概是很好 因為我之前也提過說 其實它很多的造車精神 是獨樹一格的 尤其是剛才兩位專家提到說 在動力的部分 這動力的部分的確很特殊 我們剛剛是不是前面 一直在重複一件事情就是說 長青素引擎 跟新引擎的一個折衝 對 似乎看起來 馬自打找到一個最好的做法 它基本上 不管你汽油引擎也好 和柴油引擎也好 都是傳統架構 你看汽油引擎還自然進氣 對不對 然後壓縮比弄得很高 然後你那什麼渦輪幾何 變來變去 高難負 它看起來沒有很複雜 然後它透過傳統的架構 來給它去污存金 想盡辦法找出一個最好的效能 在這個引擎表現出來 它的馬力 扭力 油耗部分 看起來跟你們那些什麼 號稱高效動力 講的很多高科技的 也不會比你差 但是相對對那一些 對高科技的人恐懼的消費者 會覺得來講 這似乎不錯 我何必去找那種 看起來很複雜的 這個很簡單 一樣效能不錯 所以我覺得馬自打 一方面是這樣 二方面是有一些歷史背景 資金跟福特合作 然後搞得兩邊都不是很愉快 現在讀書一個出來 然後剛好又弄到這個油價 油價下跌 然後日幣下跌等等 這種背景 使得現在的確是魚窩蜂 現在對它來講天時地義人和 然後剛才乃哥提到 我覺得現在也有道理 對他來講斷手斷腳 他用這一種進口式國產價 就是這一些集合在一起 讓這個時候 14年底15年初 它絕對是一個天時地義人和 而且我覺得這個時候去買 一點都沒有覺得什麼 覺得好奇怪 我只是說我還是延續上次的看法 如果說現在馬自達這種斷手斷條 能夠繼續的斷下去 他如果說有一些車商不是這樣 我現在便宜一陣 後來慢慢...你們都喜歡了嘛 你們上移了嘛 我價格慢慢起來 如果這樣的話 我覺得真的就掉入一窩蜂 他可能掉入上次我們講的 不是那種情況 但如果不是 他真的繼續斷下去 透過量越來越大之後 他們公司有一定的利潤 然後也可以說照顧社會 照顧民眾 那這樣的話 的確這個時候買馬自達 就營造出另外一個 雙B之外的一個強勢品牌 好 看起來馬自達是走自己的路 但是我要特別問一下這個寶哥 寶哥在這裡面的話 爭議比較大的應該是你這邊 就是他的那個所謂的 二手車的車價 乃哥剛剛也提到了一個重點 就是這車根本也留不到 那個二手車的車室裡面 但是你給他的二手車的 行情價的話是5.5分 也就是說他在 二手車的車室裡面的話 他的價格可能並不是那麼好 他這款車去年的前20名 他是拿到第15名 整年度也不過就賣了 444台的掛牌車 所以相形之下呢 在我們二手市場 他本身就沒有流通 再加上他的確有個俱樂部 講到重點了 這個俱樂部裡面呢 如果你400多部車裡面 就有200部在俱樂部裡面 二手市場根本沒有嘛 沒有的話就變成消費者 跟我們的一個敏銳度認為說 你這個車子 根本新車沒有賣得多好 那我就把你的價錢 就拉下來了 消費者也會認為說 這個中古市場都沒有這個車 然後新車去查 新車也賣了 不是那麼的優 所以在我們二手市場的流通性呢 他這款車是非常賜虧的 再加上他的新車價 不是那麼的親密 133萬到100幾萬 有太多品牌的這種 國產就可以選了 那在二手市場裡面說之外呢 要找到的話也很難 好 這我們是看到的 這個是這個馬自達的CS5 然後它的一個性價比呢 是7.3分 另外二手車的行情價的話 是只有7.5分 同樣啦 那引擎動力是7.7 空間應用是7分 另外科技創新的話呢 則是7.4分 總分是在36.9分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 就是第三名的車子 來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名的車子 第三名的車子呢 是Lastgen的U6 Turbo 好 剛剛有特別提到 Lastgen的車子M7的話 是排名第六 那第三名的車子是U6 Turbo這輛車 待會我要問一下 這個M7跟U6 太好了 到底差異差在哪邊 其實我應該這樣說 這個U6它的整體造型什麼 我覺得它真的是 完全切中一個現代都會 或者是甚至說非都會區的 一個用車人所需要的東西 它全部都配備了 那大家會覺得奇怪說 一樣是Lastgen 為什麼你的科技配備 給它比較高 然後給那個M7好像沒那麼高 應該是說 像類似這種Crossover來說的話 它的配備可以說是 滿分中的滿分 你說大型... 滿分中的滿分 對 因為說大型MPV 我要加很多奢華的配備 對它來說很簡單 但是這種比較接近Crossover的車型 你要加到這麼多的配備 我看它真的只有唯一選擇 那再來的話 它除了說 不管它的外型什麼 內裝配備 都切中了用車人的喜好之外 再來我們要說它的操控性好了 其實它的操控性 不管是MPV或SUV來說的話 都比不上它 它的操控性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的好 以它的車型來說的話 是非常傑出的 一樣 就是我覺得大概在1800CC 2000CC 基本上因為 我已經在市面上看到其他的車款 已經可以做到接近200P 甚至是超過200P 那雖然它有渦輪增壓 可是呢 就是說就數據上來看 其實我覺得表現算不錯 可是你如果說跟最好的比 我覺得它還是稍微差了一點點 那在油耗表現的部分 其實這個就網友的實際車主 回饋出來的一個數據 差不多在11點多跟12 那我覺得比較可惜就是說 它在1.8的1800CC的車款 它是搭配五速的這個自手排 手自排 應該是手自排 變速箱 那2000它是搭配六速 那這個其實就成本庫存的概念來說 其實我覺得如果今天 它可以統一全部搭載六速 我覺得它的這個油耗表現 其實會更漂亮 但是我先問一下 它裡面有沒有含了安全系統 這輛車子 有啊 全部都有 是有 但幾乎都滿配 所有的穩定系統 巡機系統都有 其實穩定系統 在入門那兩款 其實是沒有 對 入門的沒有 可是入門兩款 不是它的主力 我說真的 頂級的話就幾乎是滿配 它1.8的頂級也有 對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Lasgen U6的一個Turbo 剛剛有特別講到它的配備 那那個乃哥 你是不是可以特別跟我們講一下 它裡面的配備到底有哪一些 你說它的一個配備 其實是非常的齊全 我們看到的裡面包含了 像是後方的防裝監視系統 另外電子智慧型的一個防盜系統 還有一個駕駛警示系統 前車防裝警示系統 行人警示系統 那個行人警示系統是 聽說它那個開門的時候是不是 對 開門的時候 就是很多人在開門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後方有車子過來 聽說它要開門的時候的話 它會有一個警示 它那個叫溫馨提醒 對 溫馨 溫馨提醒 開車前請注意後方 對 還有一個聲音會說 那個這樣子 這個不是很多嗎 這種東西不是很多嗎 沒有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就是說我們常講說 民大姐的優點什麼 當然我們講很多 有一點就是我常講說 它是鎮港台灣車 因為我覺得這優點配合時事 我們可以發現說前面幾個月 好像新聞不斷的在播出台灣 從恒到北 很多這一種門一開 然後機車撞到 是撞上去 對 剛好很多這種新聞畫面的時候 很快我們看到 那些去年底 推出這個愛家費 這300台一下賣完了 它就是馬上把這東西加入一個 以前它不是每一台都有 以前沒有 它加入這個系統 那因為它本身是一個 它說這個系統有這個 就是它有一個監視系統 是可以看到後方的 後方的車子 在司機的那個監視那邊 對... 這是兩件事 一個是側觀看 一個是這個開門 就是你車子一停下來 你要開車門知情 它透過車上 本來就有開門的那一警示器什麼 它知道這個時候 習慣上駕駛要開門了 這個時候它螢幕 崩一個溫習器 我請教說 為什麼它不可以很快 做出這個事情 因為它車本身就是一個 電腦軟體控制的一個車子 它本身就有一個類似手機 等於是APP進來 它等於說 現在剛好你有這個需求 我就透過APP交這個軟體 我車門本來開關的時候 就有一個讓室內燈亮起的 一個開關 我讓這個訊號多一個 溫馨提醒後方不要有車子撞擊 這對納字傑來講 它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剛好現在有這個需求 國產車 你現在如果說是一個日系車 德系車 你不要鬧了 一輩子都看不到 你要加一個新的東西 你要透過原廠 溝通 認證 你不可能一下做出來 我這樣說好 應該是說U6的它的配備 大家注意看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有的車禍裡面 70%其實是在市區跟低速發生的 其實它這次的配備來說的話 全部是針對市區來說 還有很多配備是讓很... 大家都知道這個女孩子開車 都會有壓力 說我這個巷子我不敢開進去 或哪些死角我看不到 尤其現在車越坐越安全 其實視覺的死角越來越多 但是呢 U6就是把這些都把它撇除掉 然後把這些東西考慮進去之後 不管你的技術是不是好 因為很多的車禍意外 都是發生在新手駕駛或女性駕駛 或對車輛不熟悉 或人為疏忽上 那他把這四點全部都想進去 就是說我讓這台車 盡量的去避免你駕駛人 發生的錯誤 所以我覺得說它跟其他的車 完全不一樣的是 除了主動安全配備之後 被動安全配備也有 但是這些我覺得它是在 市都會區的一些防疫外裝置 也算是主動安全配備的一種 它是一般車都沒有配置的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下 就是第二名的車子 好 第二名的車子 我也滿意外的 因為揭曉了第二名的車子以後 大家就覺得第一名的車子 到底是哪一輛 因為第二名的車子的話 剛剛我們有特別講到的 就是Toyota的Red4 是在去年的銷售的冠軍 好 亞軍 銷售亞軍的話 就是這輛車子 那這一次在我們評比裡面 也是排名第二 就是HONDA的CR-V 我們來看一下寶哥 寶哥給他的CR-V這一輛車子 二手車行機價是8.5分 引擎動力是8.5分 空間應用的話則是8分 科技創新以及性價比也是8分 所以給的分數的話 是比較平均一點 那總得分是41.5分 龐德給他的分數 在引擎動力稍微比較弱一點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科技創新 不過在二手車架以及性價比 還有空間應用上面 都有8分以上的一個高分 總得分是37分 BUB給他的分數 真的 給超過30分的話 都算是高分的 這一次給的HONDA的CR-V的話 是給了35分 不過在科技創新上面 只有給了5分 二手車的行情價 在他的所有評比裡面 應該算是最高分的 給他給到了10分 性價比是給7分 另外乃哥在二手車行情價裡面 也給他高分 所以普遍來講 大家對於他的二手車行情價 都給他比較高的一個分數 另外在性價比以及引擎動力 還有空間應用 給他8分 科技的創新的話則是 比較低分一點 給7分 好 Andy老爹 落差比較大一點 引擎動力只給了5分 科技創新給了6分 那比較高分呢 同樣也是在二手車的行情價上面 好 來 我問寶哥好了 寶哥你的引擎動力 是給他最高分 其實它這樣子 因為它這種車 我們還是要牽涉到它的賣方 等於說它去年在我們台灣 它的銷售量也是賣得不錯 我這邊的數據 它去年賣了779台 評列第10名 那麼它最重要 它這一部車 它的行照上面應該是客貨 那客貨的話 可能很多的消費者不知道 所謂的客貨 像我們現在一般 在台北市的道路上面 大家都很擁塞 停車格都缺嘛 那你客貨的話 你有客貨的話 你可以去停到那個 貨車的停車格 可能很多的人不瞭解 這輛車子可以停下貨車的車格 對...只要你行照上面有客貨 你可以去停到貨車的停車卡 但是它有時間的限制 好 來 那個Andy老爹 你在那個引擎動力 跟那個其他幾位專家 然後引擎動力給予它的分數 其實並不算是太高 可是Honda的引擎 不是評價算是不錯的嗎 但是比較吊詭的 就是說Honda CR-V這輛車子 好像在台灣 也算是一個長青的車種了 對 其實你剛剛講到重點 就是說像納智捷 它的引擎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給你我最好的 可是日本很奇怪 它的什麼Earth Dream 地球夢 你看那S2000 2000cc可以做到240匹 我的意思說 我為什麼給它這麼低的分數 是因為我有好東西 我沒有給你用 我不給你用 我有六數的自排變速箱 我也不給你用 我就是給你五數 賭氣 那種感覺就是說 你們都是好像快要淘汰 或者是說 我們已經進不到六數了 然後我其他國家 包含台灣 我就給你五數 那它為什麼一直沒有倒進來呢 我覺得就是民族性 你看像我們台灣人就是 你看HTC 好東西趕快賣出去 日本人不是啊 日本就是好東西 我先自己留著用 對...是 台灣就是說 他們用了五年了 我不要用了 厭倦了 我有更新的 然後我就是舊的東西 我再賣給... 賣到台灣來 這是我感覺比較差的地方 所以我為什麼在引擎部分 給它比較低的分數 那二手行情 我給10分 滿分 如果我記得沒錯 我在那個像寶哥的天數 其實可以看一下 我記得他的二手的折舊的比例 我覺得是比RAV4高一些些的 所以高一些就是說 它相對跟RAV4比起來 它是比較保值 它比RAV4還要保值 對 就是說 對 你同樣這樣換算下來 我覺得CRV保值率 其實是第一名 我記得是這樣 就算沒有第一也第二 延續Andy兄提到的就是 他整個動力結構上 都把最好的留在自己身上 因為我強調 剛剛Andy兄提到說日本人 其實不是每個品牌都這樣 是HONDA這個品牌特別明顯 他在台灣已經有設生產基地 但是卻都把比較差分留在這邊 另外我們講到安全系統部分 剛才你也提到 其實SUV相對更是需要這一種 我們講的動態穩定系統 或防滑行機系統 它都沒有嗎 對 但是我必須提到 如果說去年年中 我們講這個我們還要公平 反正國產車大概都這個樣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到說 去年年底開始 很多新款的國產車或是SUV 都已經把這一種 所謂的防滑系統 下放到中階車款就已經有了 低一些還是沒有 就成本的問題 然後HONDA還在那個時候 推出了一個特試版 它這個叫特試 我把那一些防滑系統 下放到中階車特試 限量賣完就沒了 我覺得這不是很令人討厭嗎 你應該是說 我今天也因應市場要求 就整個改 對 至少我跟別人一樣 我中階車我都有 甚至你既然賣得這麼好 你應該全配來引領市場 既然你是第一品牌的話 但是都沒有這麼做 所以我真的認為 以這一角度來看的話 買CRV是我們有一點 讓它占我們的便宜 其實我說實在的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買車子的話 那個安全輔助系統 其實一定要考慮下去 尤其是最近這幾年的話 我在猜 政府應該也會嚴格去限制 這所謂的車子裡面 必須要有安全的一個輔助系統 這還要很多年 對 還要很多年 對 就印照現行的規律 一步一步來 要實現大概20年吧 2018年 也差不多 但是其實車子應該要先導入 所以剛剛也提到了一個重點 就是HONDA 到底這樣子的車子的話 包含它的引擎 還有安全的輔助系統的話 其實可能都稍微落伍了一點 落後了一點 但是未來的話 搞不好它應該要急起直追 稍微改款一下 好 這是到目前為止 第二名的車子 相信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你們知道的車子 你們想要了解的車子 搞不好都已經出現在 我們排名裡面了 到底第一名的車子 是哪一輛車子呢